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公开活动全力备战辩论 特朗普则继续在关键州造势 而这次辩论当中 拜登儿子亨特和乌克兰的商业关系 将会是特朗普的攻击重点 解放军西部战区回应中方一名士兵 在中印边境地区迷路走失事件 涉事的士兵在18号晚 应当地牧民请求帮助寻找牦牛的时候迷路 表示印度方面通报已经找到了走失的中方人员 将对其进行医学检查之后移交中方 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利吉特19号 因为和一名新冠确诊者接触过 而需要接受7天隔离 而英国威尔士地区疫情反弹速度超过预期 并从23号开始实行为期17天的封城 英格兰西北部地区疫情也非常严重 多地封城 泰国反政府示威者 从19号连续第6天在街头聚集 要求总理巴尼下台 改革君主制等 而政府为了遏制示威浪潮蔓延 已经下令调查4家媒体机构 并拒报要求封锁通讯软件Telegram 阻止民众在短时间内组织示威活动 法国上周的教师攒手遇害案 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强烈反响 法国各大城市的数万民众举行集会 悼念遇害教师 而政府也从本周开始 陆续出台各项治理措施 严查有极端主义色彩的人员和宗教场所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三场辩论 将在22号在田纳西州举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从19号开始就停止所有的公开活动 全力备战这场辩论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则是继续在多个关键中 马不停蹄的举行造势活动 不过特朗普透露说 他会在辩论当中 给对手更多的机会来阐述观点 而特朗普的儿子 而拜登的儿子亨特 和乌克兰的商业关系 将是特朗普的攻击重点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两周时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宣布停止三天公开活动 全力备战下一场美国总统辩论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仍然继续在全美各大州 举行造势活动 特朗普表示 举行造势活动与接受媒体的提问 就是在为辩论做准备 下一场辩论的主持人 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记者维尔克 辩论还没有开始 特朗普就形容维尔克 与大多数假新闻媒体人一样 是可怕 不公平 激进的左翼主持人 但特朗普称他仍然会参与这次辩论 特朗普也曾抨击第一场辩论的主持人 小华莱士 称他在辩论期间是以一敌二 小华莱士一直在帮助拜登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米勒19号表示 如果维克尔不在辩论中提到 拜登儿子亨特与乌克兰的业务往来 那么特朗普就会主动质问拜登 第一场美国总统辩论结束后 由于特朗普不断打断主持人和拜登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表示 将会更改辩论的规则 但第二场总统辩论 因为特朗普感染新冠 并且拒绝线上辩论而取消 第三场辩论将成为 特朗普和拜登的最后一次辩论 不过历史上 美国总统辩论对大选结果影响非常有限 尤其是今年 已经有超过2700万人提前投票 大约95%的选民表示 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义 华士顿报道 美国大选临近 特朗普正在亚利桑那州的 图森国际机场发表主题演讲 我们去现场看看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 几周连任的特朗普 来到图森国际机场发表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题演讲 争取选民支持 特朗普原定于10月5号访问图森 但他在他对新冠测试成阳性之后 形成被推迟 亚利桑那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 多数偏向共和党 四年前 特朗普也取得这个州的 11张选举人票 不过随着州内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多 目前拜登在民调中领先特朗普 特朗普昨天去了关键州 内华达州展开竞选活动 当地有超过10万选民 已经提前投票 而直至周四进行最后一次总统辩论为止 特朗普每天都会出席竞选活动 接下来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佛罗里达州19号起开放提前投票 那距离大选只剩两周了 目前全美已经有2700万人提前投票 创下记录 在棕榈滩花园市大批市民冒雨来到票站排队等候 排队时间大约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不过也有少数站点 让选民苦苦等候三小时才能投下一票 佛罗里达州手握29张选举人票 外界分析 特朗普如果想击败拜登实现连任 就必须要在佛州胜出 而路透社和伊普索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佛州的支持率只有47% 而拜登的支持率是49% 有关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情最新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本台处华盛顿记者陈令南来了解一下 令南你好 你好 全全 令南我们看到现在大选进入倒计时 那特朗普和拜登这几天也是加紧到关键州份去拉票 目前最新的选情如何 好的 全全 那么目前从全国民调来看 不同的机构 很多的机构都显示 拜登是领先于特朗普的 但是我们细看 在各个摇摆州的表现 拜登和特朗普是处于一个不相上下的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在佛罗里达州 宾夕法尼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两个人的支持率 其实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 那么特朗普对此事其实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共和党认为 在佛罗里达州 比如说今天提早开始投票的佛罗里达州 以及宾夕法尼亚州 共和党的选民 他们的登记的数量是在直线上升的 而且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他也会在明天去到这一个关键的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 做出这一个竞选宣传来拉票 这也是他确诊新冠之后 第一次公开露面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拜登方面 他除了在竞选方面 他主要是把这一个力量投入 在准备在这一个星期四的 这一个总统辩论的这么一个活动方面 那么他也在持续更新这一个他自己的新冠诊断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到 星期四将举行的这一个总统竞选辩论 目前六个话题是已经确定的 但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方面 是要求举办这一个总统竞选辩论的这一个委员会 是加入一个话题叫做外交政策 他们希望能够探讨这个外交政策 主要可能是希望针对拜登的这一个外交政策的记录 下手认为拜登的这一个外交政策 可能是有污点的 尤其是在近期的这一个关于他的儿子亨特的 这一个邮件门的这一个报道出来了之后 那么这个外交政策 其实是在副总统竞选辩论里面是有涉及 但是并没有在第一次的这一个总统辩论上面有涉及的 所以具体两位候选人的这一个表现怎么样 民调数字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星期四的这一个总统竞选辩论的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全全 好的 谢谢令楠 我们再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应对不利是受到诟病 这也是在选举当中对手拜登攻击他的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到这幅漫画 在漫画当中呢 特朗普是一边高呼着美国优先 一边正在和他的助手讨论应对疫情的一些方案 我们看到助手给出第一个建议是 Advocate for masks 我们应该倡议戴口罩 特朗普果断的拒绝No 那American first这个里面的A Advocate里面的A就被划掉了 我们再来看到助手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 Restrict openness 我们要严格的管理这些餐厅的重开 但是呢特朗普又再次否定了No 我们再来看到呢 这个American first里面的这个R也不见了 助手再继续提议说啊 我们应该追踪追踪这个接触者 特朗普再次的拒绝 我们应该增加检测量 又被特朗普拒绝到最后所有的主意都出完了之后呢 American first变成了me first 美国优先变成了老子本人优先 那再来看到这个地方呢 助手也无语了 他这个时候最后说哈 这个总统先生 我现在所有的主意都已经出完 已经无计可施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民调情况 似乎现在也不是特别理想 好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陈遭点评 好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吴雪兰女士为大家点评分析 吴女士早 早上好 浅浅 我们看到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 最后一场大选辩论就要在本周举行了 您认为接下来特朗普将会在什么方面重点攻击拜登 他一定会紧紧抓住拜登所谓通污门这件事 因为是真的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你看刚才那幅漫画非常有趣 本来特朗普已经处于一种窘境 就是他有些很多东西他都已经失去了 尤其是在抗议方面 他被拜登以及被很多的媒体是穷追猛打 可是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证据显示 真的有那样的笔记本电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实锤 证明拜登的儿子亨特和乌克兰有关系 那也证明了甚至拜登本人还参与了其中 那拜登作为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如果参与到类似的事情当中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而且你看白宫的前传练师班农还说真的有这样的事 并且拜登团队第一时间说没有 之后他们这种反应也让美国感觉似乎不是那么清楚的在拒绝 所以眼下特朗普已经开始用罪犯来形容拜登 那么他终于有机会来反割一击 所以刚才也说辩论的议题可能也会加上关于外交的一部分 我想不管议题是什么 特朗普一定会紧紧握住拜登和他儿子的腐败案和乌克兰这个事件有关系 并且这件事还不仅涉及乌克兰 还有一些内容是涉及中国 这目前在于美国总统大选关键阶段冲字期 都是一些非常刺激美国选民的词汇 所以以特朗普的性格 他是坚决不要认输 他坚决不要失去白宫连任的机会 所以他如果放弃了这个所谓的通门 对于特朗普来说那才是一种书 因此他一定会大大利用这一点 看这次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个10月惊奇 还真的不仅是特朗普染上了性关 虽然11月3号真的不远了 但是不确定的因素也还是有很多 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 全全 好 谢谢吴女士的点评分析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大选临近 欧盟智库专家认为 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是牵动着全球贸易市场 气候协议等关键领域 让欧洲方面越发关注大选的结果 全球对于美国大选的关注持续升温 有欧盟智库专家认为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内 美国在全球贸易 北约国防开支等方面 与欧洲国家分歧严重 令欧美关系裂痕加深 如果特朗普连任 这些思维也许可能会进一步冲击 自由市场的运行 继续引发经济战 今天我们在一场冲几个冲几个冲凰 在一场华的战争 产生产出现 对国家尔与党 有很多关注重点 有些较称的关注 所以我们可以担说 例如打贸易的党 为美国尔与党 乱出现出党 如果是联合盟 如果是联合盟 不稳定贸易力 这是尽略的 美国经济业专家 与党专家专专家 此外,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也是特朗普任期内所做出的 撼动欧美盟友关系的历史性决定 令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同时他也指出 美欧分歧的扩大 从另一方面加深了中欧之间的共识 比较中国人的货异 中国人的货异力决定 中国人的货异力决定 砸了特朗普任的放入联系 美国人说中共的货异力决定 不足够货异力决定 而是非党在复异力决定 亦是英国人的货异力决定 而他们的美国人 要求他们对美国人的货异力决定 在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危机之时 美国在没有通知任何欧洲国家的情况之下 率先宣布了对欧洲国家的旅行禁令 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 也一直没有到访过美国 美欧在年底之前解决贸易争端 欧洲的两人似乎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双方在未来的关系是渐前渐远还是获得转机 知库专家就认为关键也许并不在于美国大选结果 而是欧盟自身决策方向的转变 方位是李莫威莫也 海国巴黎巴党 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解放军西部战区回应一名中方士兵 在中印边境地区迷路走失事件 表示印度方面通报说已经找到了走失的中方人员 将对其进行医学检查之后移交中方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表示 涉事的士兵是在18号晚 应当地牧民请求帮助寻找牦牛的时候迷路 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向印度方面通报情况 并希望对方协助搜索救援 印度方面答应予以支持 并承诺找到中方人员之后及时交还 印度军方早前表示 是在拉达克东部的戴姆交阁 找到这名东方士兵 获得了医疗援助 以及氧气 食物和保暖衣物 交还地点已经确定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 日前对白宫举办大型活动表示不满 他还透露白宫限制他接受媒体采访 招来总统特朗普的连番批评 特朗普指责福奇的防疫建议是有错误的 更说福奇是一场灾难 几个月来 总统特朗普与包括福奇在内的 公共卫生专家关系出现裂痕 近几周更渐趋紧张 在本周日的访谈节目中 福奇向媒体表示 他对特朗普确诊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 还透露白宫限制自己接受媒体采访 随后特朗普开始对福奇发起连串批评 他先是在电话会里指责福奇的防疫建议有误 抱怨他每次上电视都会有爆炸性新闻 如果解雇福奇将制造更多风波 还称福奇是一场灾难 然后特朗普又在推特上对福奇进行炮轰 双方的矛盾也随着疫情发展而加深 从9月底开始 全美疫情朝着第三个高峰方向发展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在过去的周末 单日新增确诊患者一度逼近7万人 西北地区疫情更不容乐观 区域内人口最多的芝加哥市 出现5月底以来最快的病例增幅 此外有42个州住院率上升 其中南北达科他州情况最严重 而在上周起疫情恶化的北卡罗来纳州 当地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身心不堪重负 这可能是另一天我别哭 我只是在我的办公室会哭 而在首都华盛顿当地居民本周二即将收到推送通知 供用户选择是否愿意接收信息 来了解自己有没有跟新冠患者接触 持有苹果或安卓系统手机的民众 如果登记这项服务 他们的手机将通过蓝牙信号搜寻附近同样加入此计划的用户 如果双方接触时间足够长 手机将自动交换蓝牙信号并存储在各自的手机里 一旦系统发现用户曾经跟确诊患者接触将发出推送通知 市政府表示这些信号将保持匿名 且不会分享地址信息 凤凰卫视陈丽南陈与秋华生对报道 英国威尔士地区的疫情反弹速度超出预期 当地政府宣布从23号开始实行为77天的封城措施 那另外英格兰西北部的地区呢 也是疫情严重多地封城 但是大曼赤斯特市长伯纳姆坚持拒绝 将当地列为极高风险地区 首相虎发言人表示 大曼赤斯特的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严格的防疫措施迫在眉睫 由于近日英国威尔士地区疫情恶化 当地政府首席大臣德雷克福德表示 从本月23号开始实行为期17天的封城措施 这也是自今年3月以来 威尔士地区第二次宣布全境封锁 要求非必要工种的工作人员尽量待在家中 德雷克福德强调 若不采取这些新的措施 当地医疗系统将无法应对疫情 同时也宣布了一项3亿英镑的财政支持 以帮助企业度过封锁难关 另外英格兰四北部应 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多地列为极高风险地区 在大曼车斯特住院的病患人数每9天翻一翻 据英媒报道 目前当地的新冠死亡人数以及重症病床容量 都已超过4月份疫情最严重时期的峰值 首相府发言人表示 大曼车斯特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堪重负 空余床位只够撑四周时间 因此迫切需要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但大曼车斯特市长伯纳姆认为 除非政府有更好的计划帮助因封城而关闭的企业和失去收入的民众 否则将拒绝执行封城计划 对于大曼车斯特市长的表态呢 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厅的大臣哥夫则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他认为晚一分钟推行严格的防疫措施 则会多牺牲一条性命 另外呢 由于受到脱欧和新冠的双重压力 英国公立医疗人手短缺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当地的医护人员也呼吁 必须得立刻控制住疫情的蔓延 才能算是替前线医护分担了一份责任 凤凰卫视 许亮陈勇 伦敦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布雷吉特 19号因为和一名新冠确诊患者接触过 所以需要接受7天的隔离 他也因此无法参加21号举行的 遇害中学教师悼念活动 根据来自法媒的报道 法国第一夫人布雷吉特·马克龙 是在15号与这位确诊患者接触过 而这位患者是在19号被确诊 同时伴有相关新冠的症状 按照政府卫生当局的建议 布雷吉特·马克龙将被隔离7天 并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 另外 截止目前 布雷吉特·马克龙并没有出现相关的任何症状 同时 布雷吉特·马克龙也将因此无法参加 将于21号举行的遇害中学教师的悼念活动 本月16号 在巴黎的西北郊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当地中学教师因曾在课堂上 向学生展示涉及宗教的漫画而遇害 凶手随后因拒捕而被警方开枪击毙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发表简化 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 富豪卫视金亮 法国巴黎报道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19号表示 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新冠疫情之所以能得到有效控制 其中一个优势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服从度更高 瑞安还指出这些取得巨大抗疫进展的国家地区 除了专注找出感染病例 追踪并且隔离密切接触者 在控制住疫情数字之后也没有放松 仍然的不断提高检测能力 而欧美一些国家有所放松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在会上表示 如果放松警惕 病毒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 严重威胁医疗系统 此外他还宣布 目前有184个国家加入了全球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全球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4000万 死亡人数超过112万 疫情最严重的美国累计确诊844万例 超过22万人死亡 而南美洲确诊患者累计突破900万例 欧洲疫情急剧反弹累计确诊突破700万例 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越了西班牙 欧洲总死亡人数近24万 当中英国最严重超过4万3000人不治 全球确诊人数第二多的印度 累计确诊人数逼近760万 而亚洲多国的总确诊人数都有30多万 南非确诊人数突破70万 伊朗新增确诊4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53万例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9号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 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下午3点05分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步入展厅参观展览 志愿军战戈的珍贵手稿 重建激战松鼓风场景的油画 反映敖战长津湖 血战上甘陵等的景观 特级英雄黄继光牺牲处挖掘出来的爆破桶残体 缴获的武器装备 展现国内掀起参军参战之前热潮的历史照片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现场使用的文具 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赠送的礼品 镇刻着抗美援朝英烈模范姓名的玻璃幕墙 丰富的历史文物 详实的文献资料 新颖的展成手段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 他们不时驻足 仔细观看 认真听取讲解 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 反抗侵略 中国党和政府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 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舍生望死 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和平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 学好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激励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必胜信念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 不懈奋斗 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大贡献 展览紧紧围绕弘扬扬爱国主义精神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主题 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主视角 围绕战争主线 突出战场较量 精心设计续听 正义担当决策出兵 运动歼敌稳定战线 以打促弹越战越强 实现停战胜利归国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 结束与等七个部分 设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专题 通过540余张照片 1900余件文物 以及大量视频 实物场景等 充分展示重大决策过程 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战役战斗 重要历史人物 兼顾展示政治 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斗争 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生动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重点展示志愿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和不畏强敌 制胜强敌的精神优势 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 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 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 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对日前有英国媒体称 中国影响英国校园的学术自由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说 中国尊重学术自由 既没有也不会对英国大学的正常学术活动 施加任何政治影响 对有关中国的污蔑抹黑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英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如果出于意识形态偏执和狭隘的政治目的 对正常学术往来 抹黑 扭曲 最终将会挫伤中英两国学生和学者的热情 并损害中英学术合作和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 对网图分裂国家 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 表示愤慨和反对 完全合情合理 那种只允许污蔑抹黑中国 却不允许讲述真相 言论自由 完全是双重标准 其背后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发言人强调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香港事务和台湾问题 也是中国内政 也不容干涉 一些势力滥用言论自由 煽动分裂 意在搞乱中国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近期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和美国大选选情 特别是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呈现关联的态势 孤注一掷的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选择层级更高的官员来登陆台湾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又是否会让特朗普绝地反击 我们来看中国透视 特朗普民调落后于对手拜登 这让他在各州紧锣密鼓的拉票过程中频频语出惊人 时间逆转过程中 特朗普是否会不顾后果打出中国牌 成为中方密切关注的动向 在大选投票之日啊 以前啊 那么特朗普本人啊 特别是蓬佩尔国务卿啊 有可能会突防台湾啊 这样的话通过制造啊中美之间啊 紧张的外交啊 这样一个呃 关系来拉伸选情啊 我觉得呢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从目前美国的老百姓啊 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来看啊 更多的还是关注啊 美国国内的问题啊 疫情防控啊啊 这个就业啊 医保啊啊 等等这样些国内的问题啊 中国问题呢 并不是美国的选民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特朗普呢 不断地打中国牌 想推高选情 我觉得呢 到目前为止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效果 美国政府打台湾牌 存在明显的功利性和短视性的特点 从技术上说 到底有没有刺激特朗普选情冲高的可能 我想美国啊 在当前这个时候啊 如果特朗普呢 节外深知啊 我觉得呢 我讲呢 这不仅在台湾问题上达不到目的 会必然招致啊 中国方面的一个迎头通缉 同时呢 也有可能会进一步拉低他的选情 而不是对他的选举有帮助啊 所以说我觉得呢 美国政府也好啊 这个台湾的蔡英文当局也好 要谨慎行事啊 在这种啊 非常微妙的这样一个时刻啊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试探啊 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红钱 如果在美国大选前 特朗普或蓬佩奥登陆台湾 必然有非常浓重的选举因素在背后 纵使地动山摇 中国方面全力应对 凤凰卫视 蒋晓峰付托 北京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彭诗婷来告诉大家 诗婷早 全全早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时报的消息 发生在两年前的台铁普悠马 翻车事故 夺走了18条选命 台湾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 昨天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翻车前8秒钟 司机员一面看仪表板 一面又要停通联 不断尝试着事故排除 连检察员都没有意识到 司机员已经手忙脚乱 没有办法留意超速的问题 所以火车翻覆的时候 车速高达了140公里 调查报告就指出 超速不能够完全归咎司机 更多的问题是在台铁本身的制度上 检见台铁的制度杀人 管理杀人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的消息 台湾民众近日强打流感疫苗 北部的医学中心 昨天不约儿童宣布 疫苗已经用尽 暂缓施打 据了解像是台北荣总 林口长庚 国泰等医院都暂停受理民众接种 而立线的医护人员 是流感高风险的族群 目标覆盖率应该是要达到7成 但是有医护就抱怨 北市的卫生局为了避免民院 要求要让民众优先施打 现在院内第一线人员才打了三分之一 很担心打不到流感疫苗 最后来关注的是 今天台北战的采访重点 台湾施打流感疫苗的乱象 很多民怨四起 国民党中央今天上午会召开记者会 呼吁行政院长苏贞昌 不能够只有道歉了事 必须要拿出实际的作为 解决民众打不到流感疫苗的问题 另外来看到的是 明年一月份 民进党政府将会开放 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 进口到台湾 台湾民间团体 今天上午也会召开记者会 呼吁消费者要拿出具体的反制行动 全面抵制瘦肉筋的美国猪肉 让美猪在台湾没有市场 后续消息台北战也会带大家来掌握 将现场交换给全全 好的谢谢师庭 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全线收跌 跌幅全部超过1% 白宫和国会的救济方案谈判 在20号限期之前仍未有进展 加上美国境内的新冠疫情反弹 以及总统大选的不明朗因素 都影响着市场信心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8195点 跌410点 跌幅1.44%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478点 跌192点 跌幅1.65% 标普500指数收报3426点 跌56点 跌幅1.63% 详情请看住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新年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股指在进到小幅高开后 随后迅速转跌 而主要故事在五盘过后的跌势迅速扩大 最终收盘的跌幅均在1.4%以上 那么今天投资人士高度关注美国财政刺激政策谈判的进展 那么认为充满前景不确定性 也是令今天的市场情绪高度承压 另外包括美国以及全球新冠疫情 未来第三轮可能反复的趋势 也是令今天投资人士产生了市场恐慌情绪 而在道指方面呢 今天早盘开始工业类的个股表现不错 波音是一度领涨涨幅达到1.5% 不过在五盘过后转跌 最终道指收盘仅由英特尔一支个股维持涨势 涨幅是不足1% 另外呢 今天传统的一些能源类的个股 科技类个股及金融股都是不变的表现不佳 那么一些大型的成分股 比如说苹果 美国运通 蒙哥大通等等 今天的跌幅均超过2% 另外电讯股迪士尼 今天的跌势也是超过2% 在道指盘中是跌幅居前 这类的个股呢 今天是普遍的跌幅均超过2% 那么其中包括强生 莫沙东制药 以及3M集团等等 抗疫概念类的个股 今天也都表现欠佳 而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在早盘是一度领涨 最终收盘是领跌 跌幅在2.1%以上 另外呢 今天电讯板块 科技板块都是跌幅居前 而金融板块 工业板块 原材料板块的跌势都相当明显 传统的避嫌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以及必须消费民板块 跌势则较窄 那么今天标普白指数盘中 是没有维持涨势的板块 同时今天原油期货价格 是收低0.1% 环境期货价格收涨0.3% 美领指数全天 维持小幅下行 约0.5% 以上就是新一美国股市情况 方卫视许陈清伟 纽约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有世纪新股之称的 蚂蚁科技集团 它的上市计划呢 是终于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 监管机构都开绿灯了 那上周五中正间的网站显示 蚂蚁集团已经获得了 赴港上市的行政许可 而在昨天晚上 外电也最新报道说呢 蚂蚁在香港也是成功闯关了 成功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 预计呢 可能会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的几天 就在香港上市 来关注到呢 现在呢 其实 现在这个蚂蚁集团通过一轮一轮的对这个市场需求的评估之后呢 它的无论是整体的公司的估值 还是上市的募集的资金的金额 都是一次次的水岗船高 那现在呢 预计呢 集资规模可能会从原来的300亿美元 调升到350亿美元 超越沙特阿美 成为史上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那有香港的券商就分析说呢 这个蚂蚁集团上市IPO的规模很大 所以如果打新股的话呢 货是很多的 但是因为实在太多人想要了 所以未必能够做到一人一手 好 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随着内地和香港对全球最大的集资活动 蚂蚁集团上市开绿灯 购买新股的资金呢 也是提前部署流入了香港市场 使得港汇持续走强 并且触及了7.75的强方兑换保证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周一先后两度进场 捍卫联系汇率 香港金管局在周一的纽约汇市尾盘 再度估出超过59亿港元 买入美元 连同在欧洲市段早盘估出203亿港元 全天合共向市场卖出了超过263亿港元 香港银行挺系绝余到周三将会突破3500亿港元 刷新2016年4月下旬以来的新高 好 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法国上周的教师斩首遇害案 引发了法国社会强烈反响 政府也从本周开始陆续出台各项治理措施 盐查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人员和宗教场所 法国巴黎的一名历史教师 由于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宗教先知的讽刺漫画 上周五被极端分子当街斩首 法国各大城市的数万名民众举行集会悼念遇害教师 这也是继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后 法国民间针对恐袭事件最大的一场抗议集会 案发后 法国警方拘捕了15名嫌犯 包括在案发前拍摄视频 谴责教师 并公布其个人信息的宗教人士 法国内政部长在周一宣布 巴黎郊区的一间清真寺 由于在网络传播了这个恐吓视频 因此被责令立即关闭 法国内长在当天也宣布 政府将对宗教场所进行严格排查 包括各种文化场所 宗教组织和相关的教育机构 并取缔多个 以静定性带有伊斯兰极端色彩的组织 另外政府也将驱逐231名 被列在恐怖主义监控名单上的外国人 这些人现在多数被关押在监狱内 其他的在逃人员被抓捕后 将被即刻驱逐出境 凤凰卫视江新 巴黎报道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 19号在伦敦和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继续就英国脱欧问题磋商 双方都表示对话是具有建设性的 这让外界感到 约翰逊政府虽然早前高调表示 说英国要为无协议脱欧做准备 但其实并没有下定决心 谢夫乔维奇当天与英国政府 负责脱欧事务的内阁办公厅大臣 哥夫会面 哥夫表示双方对话的大门又打开了一些 谢夫乔维奇也承认对话是积极的 约翰逊政府曾在上周高调表示 对欧盟的谈判态度感到失望 并说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这个星期不需要再来伦敦 但谢夫乔维奇与哥夫的见面 让外界看到英欧双方都没有真的打算放弃谈判 但英国无邪以托的风险仍然存在 英镑近期在会市仍被投资者不断减持 英国媒体引述法国外长乐德里昂的看法说 英欧双方很可能在11月15号 欧盟峰会期间最终做出决定 富豪卫视曹杰张顿轮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网页上的消息来关注到 纳卡地区的冲突 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将达成停火协议之后 双方仍然不断的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发动攻击 那俄多斯外长拉夫洛夫在当地时间周一 和欧洲委员会的秘书长布里奇会谈 在会谈后他表示说 俄方向欧洲委员会通报了 在纳卡地区冲突上俄方的立场 以及采取的一些措施 那俄方认为呢 现在冲突各方应该停止对抗思维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停火 以及停止对于民用目标的攻击 好再来看其他消息 泰国反政府示威者19号连续第六天 在街头聚集 要求总理巴育下台 改革君主制等等 而政府为了遏制示威浪潮蔓延 已经下令调查四家媒体机构 并拒报要求封锁通讯软件Telegram 阻止民众在短时间内组织示威活动 首都曼谷继续有大批民众响应号召 在三个地点聚集 其中一批示威者坐在曼谷押后监狱门前 手举标语及几名示威者领袖画像 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同伴 大约有19名示威者关押在这所监狱 到了晚上 这16男三女示威者都得到保释 获准离开 在监狱门外跟亲友拥抱 而在日间 原本车水马龙的农业大学十字路口 数千名示威者占据马路 齐唱国歌 抗议持续到晚上 示威者点亮手机电筒 继续表达诉求 包括要求释放示威者同伴 总理巴育辞职 修改宪法 以及改革君主力限制 而在曼谷周边的暖武礼府 当天也有大约2000名示威者聚集 人们将巴育等政要的海报贴在地上 逐一踩踏 表达愤怒 曼谷上周颁布紧急法令 禁止5人或以上的政治集会 不过法令并不涵盖暖武礼府 聚集在各处的示威人潮 晚上7点多和平散去 轻轨铁路一度关闭三个车站 到晚上7点半又重新开放 除曼谷外 泰国多个地方 当天也举行了示威活动 为遏制示威 泰国警方19号根据政府的紧急状态法 下令调查四家媒体机构 及一个反对派组织的社交网页 另外据报 当局要求禁止通讯软件 Telegram的运作 希望透过封锁Telegram 阻止民众在短时间内 组织示威活动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